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十点以后要进入走坠 我们要强调看守内阁不应该又是一个摆烂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将一化 叶框石能够尽速的以专案的方式来处理收费的问题 不然我们一定会形影不灵继续抗争到底 我们在这个那个抗争的过程之中 叶框石部长你没有面对过一个收费员 所以我要在这边呼吁说叶框石你赶快出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解决我们的争议然后成立专案 不能因为内阁的改组 而你就这样子把事情推给后人去处理 赶快出来面对我们收费员的问题 这才是智慧的选择 我们看到当叶部长这个行政团队面对到他下面的这些BOT的案子的时候 只不顾劳工但是对于资本的问题就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认真负责 所以我们要问江仪华院长这个行政团队现在败选了就要绕跑了吗 我们要问交通部的业部长绕跑虽然是你的专长 但是在看守那个部分也不能继续摆烂 我们要求交通部比照之前的BOT案比照之前的这些迷惑的案子 拟出专案拟出办法来处理我们收费员的问题 收费员自救会的总监事孙秀兰还有我们北区的副会长黄立荣 会将我们的一个认错负责牌子交给江仪华 也会帮我们的新闻稿上非常清楚的三个诉求交给这个行政院的代表 希望他们能够递进去 拿给江部长拿给江院长拿给业部长 不要再让看守成为一个白烂的借口 自己搞的烂摊子自己应该要收拾完毕 江院长 叶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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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我們在新聞稿裡面 非常清楚的列出來 要求葉副長 要求將一化院長 要面對收費人的三個主要的訴求 希望科長可以幫我們轉達 讓院長 讓行政院這個行政團隊 能夠盡速的回復我們的訴求 不要再躲在後面 等著下台 請科長把我們的訴求帶回去 並轉告江院長及葉副長說 讓他認錯負責專案處理我們的國道周邊員的案子 好 那請科長再轉告院長及部長 就是說請他把這個事情 就下台前把它處理完成好不好 認錯負責 專案處理 認錯負責 專案處理 葉框石 江以化 江以化 面對收費人 因為我覺得面對這樣子冷血無情的部長 我覺得就是拿生命跟他拚 就拚到你出來解決問題為止 他在臉書上寫的文章 我覺得他在臉書上寫的 各位公民朋友他都有在看 其實你在臉書上寫的這些問題 並不能代表一個部長所能夠講的話 我覺得說你一個部長講這樣的話 對我們這些收費人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傷害 我覺得你還好 要怎麼收費人的問題 好嗎 謝謝我們 因為我們有個邏輯 那個年齡所的第一天 真正的請問 誰是誰 或者還是大乎 誰是誰 誰是誰 誰是誰